亲爱的朋友 老陈今天看个掠夺者的恐怖故事 眼睛妹海莉是个右等生 读书非常棒 总是问一些奇特的问题 比如有了无性繁殖 还要有性繁殖 莎拉回答 因为超好玩碑 迎来一阵哄笑 两人以前是好友 高二开始就敌对了 炮哥从墨西哥回来 那是女主莎拉的心仪对象 想她很久了 可惜炮哥自从上次打罢后 就不撵女主 晚上女主穿得非常性感 去找炮哥 希望用性感继续吸引炮哥 维持这段感情 随后两人去滚了床单 这一发让炮哥爽到狼嚎 当然没有带安全套 在有爱情的滋润下 女主莉莉魅力四色 与炮哥是如胶似漆 可惜女主当场呕吐了 第二天女主沙拉醒来 发现肚子变大了 一天怀孕要生产 小姐妹电话女主 炮哥要去社交派对月炮 万般无奈 女主就去找以前的好友 眼镜妹 两人只能去免费医院 把这大肚子解决了 医院门口金发哥在宣扬上帝 骂女主是婊子 护士当然不幸女主怀孕一天 B超显示了一个奇怪的生物 肚子发出震动 吓着护士去叫医生 女主的羊水破了 开始震痛 医生戴上手套 开始处理 突然一片鲜血碰出 怪物窜了出去 速度很快 医生直接阵亡 血腥罢面略过 护士打开灯 怪物跳到了护士头上 控制住了护士 女主和眼镜妹大骂Shit 整个诊所大乱 眼镜妹利用电击器电晕了怪物 冲出了医院 开车逃离 金发哥进医院查看 随后就被怪物控制了 眼镜妹看着女主的肚子还是大大的 肚子还在动 里面还有一个怪物 吓得两人尖叫起来 眼镜妹想了个办法 炸子鸡对嘴血血 生下来就把它灭了 可是肚子不争气啊 如何是好呢 眼镜妹想到了卷毛 这个哥们给羊驼接生过 路上二人发现怪物控制金发哥追来了 警察来到了医院追查熏手 发现了女主的病例档案 卷毛一听怀孕一天 认为女主的男友有问题 女主男友去过墨西哥 不会是遇到过外星人吧 女主电话炮哥 炮哥只想和女主爱爱 卷毛给女主打了催产术 可惜催产术无效 警察冲了进来 带走了卷毛女主和眼镜妹 害得怪物来到卷毛家白跑一趟 警局里妈妈不信女主的故事 大怒女主指责妈妈 你不是也早孕生了俺 妈妈必须往女主走上同样的路 突然鲜血事件 怪物控制的金发哥冲进了警局 局长还以为是大龙下 醒悟后整个警局一番设计 终于干倒了金发哥 怪物早就不见了 冲向了警员 卷毛推断女主的肚子发出了信号 引来了怪物 这边警局成了地狱 警员几乎被消灭了 女主四人爬出警局 怪物控制了最后一个警察 卷毛一棍打翻了最后一个警察 怪物恨死了卷毛 控制警察 一招灭了卷毛 怪物追了过来 掠走了女主的妈妈 随后控制女主妈妈 一招踢开门 怪物发出了呼唤的声音 女主体内的怪物爬了出来 怪物手捧出身的母虫离开了 女主从昏迷中醒来看到了眼睛 喂 还有炮哥 炮哥不信这个鬼故事 吓得要死 真是个怂货 女主大吼 炮哥才冷静下来 炮哥一抱女主就想爱爱 被女主拒绝后 炮哥就开车跑了 女主找到了炮哥的笔记本 找了眼睛哥解锁 炮哥的墨西哥视频里 有一把玛雅人的古剑 去过一趟博物馆 不小心打断了雕像的老二 炮哥吸入了雾气 根据图形炮哥会变成一个爱爱的机器 女主和眼睛妹查询线索 两个怪物可以交配繁衍后代 一旦扩散 全人类都会完蛋 怪物拖了母虫去超市大屠杀 提供给母虫养分 随后母虫变成了一个大姐 独眼龙警官接到报警 去了超市 发现了大姐 想用煤气瓶爆炸 一转眼 女主妈妈和怪物都不见了 女主和眼睛妹 感到超市已经迟了 女主猜到了外星人会去找炮哥 那就去社交派对 两人全副武装 打算去拯救世界 二人来到派对 警告外星人要来了 派对的人当他们神经病啊 炮哥想和闺蜜打炮 女主一把拖了他出来 一棍打晕了炮哥 怪物交配后 跳到了闺蜜头上 女主和眼睛妹冲过去 场面大乱 女主挥动大剑没有打到 眼睛妹从后电击成功 随后怪物到处乱跳 眼睛妹不断施展电击大法 怪物换到了星人上 贴飞了眼睛妹 一把掐住了女主 女主就要咽气了 眼睛妹醒来施展了电击 怪物掉到了炸汁机里 女主启动炸汁机 一杯外星人果汁搞定 女主来到地下室 救出了被绑的妈妈 转身一看 巨大的母虫来了 女主让妈妈先走 愤怒的母虫冲了灌 女主想用火烧被母虫一口吹灭 随后一爪打飞了女主 女主的剑和打火机都掉了 母虫一爪将女主钉在地上 女主用木剑塞了母虫的嘴巴 女主看到了口袋的催产剂 就扔进了母虫的嘴巴里 眼睛妹将女主拉上去逃离 母虫口吐白沫 暴裂而亡 等独眼龙警察赶到 一切结束了 这外星人也是狗屎 催情繁殖 一瓶催斩剂就被灭了 外星人别来地球了 人类有毒啊 让人类自生自灭吧 感谢收看 欢迎评论订阅点赞 谢谢 谢谢